今天就是球局創辦人兼執行長 Chen何凱成來到節目當中 哈囉大家好大家好 那你開始打的每次橄欖球 你會覺得說自己的那時候體型像現在這樣子嗎 應該不是吧 沒有一開始其實應該說身體跟狀況 跟其他國中生其實沒有差太多 打的位子一開始是跑風 啊 那跑風其實蠻簡單的就是你要帶著球跑 其實跑風是需要建立很多智慧的 而且下決定也要很快速 OK 你這樣拿著球是11個人都上 都會往你的方向去想要把你 變倒或tackle你 所以不管你是要用跳的跑的繞的 就是撞過去的要想辦法就是 克服種種障礙去達證得分 常跟人家講說是對方在球場幫你殺死 也不會也不用送去做監牢的一個運動 但是到最後你是選擇了這一個哈佛大學 對 是中間的過程是什麼 那時候不像也有YouTube啊Facebook 就是你自己的影片 對 或你的能力可以被其他人看見 所以我必須要想是怎麼樣讓其他的教練 看見我的能力 對 來認可我 對 來給予我機會 嗯 其實我那時候做了一件我自己打球的影片 OK 差不多3到5分鐘的highlight 就寄給了50多所大學 然後後來就是把我的影片 我的成績 當我的故事寄過去 然後很奇妙就是哈佛大學有聯繫我 後來發現到其實哈佛他很注重的一個點 不是那種 大家會覺得說就是一定是要高材生 其實分數代表是你能夠聽讀寫 但他最重要是看中這個小孩子有沒有一個很重要的熱情 passion 那他有沒有一個就是领導能力 leadership 那他的故事是不是有多元化發展的一個學生 求學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概念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們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夠建立一種新的管道 嗯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學生求學的方式通過考試 對 通過讀書 對 我們希望以後學生在追求學習這條路線上 能夠通過打球 能夠通過課外活動來學習到品格 團隊合作 人格發展 永不就是永不放棄這些精神 嗯 所以這個我覺得在課外活動參加 就是團隊組織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 那這是一個球學的一個想法 那另外一個是想要以後 以後學生在亞洲升學不用只是靠分數 嗯 只是靠考試 我們希望是也可以靠課外活動 也可以靠他的熱情 他的能力也能夠被看到 有機會去得到更好的學習機會 我們希望讓運動成為每個人教育的一環 教育的一環 OK 那我覺得教育其實是一輩子 所以更簡單更白話以後是希望讓運動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環 嗯 我們覺得人出生就是要動 對 你動了以後你大腦才會跟著動 對 你才會活得更健康 對 你才活得更快樂 你你接著會往什麼樣子的一個發展去前進在未來 是 所以我覺得我們永遠的核心導向是球學今天存在就是服務球隊 服務球隊 我們就是 只要是球隊碰到了任何問題 我們都要幫他們解決 哦 是哦 他就是我們的客戶 這不只是轉播而已 對 不只是轉播 所以球隊也包含球員跟教練 嗯 所以教練碰到什麼問題我們要幫教練解決 球員碰到什麼問題要幫他解決 所以我們全部的理念導向是在服侍球隊 那我們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讓球隊能夠賺錢 那這個一定是長時間要去想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想是通過網路跟平台 我們要怎麼樣讓全世界的球員連線起來 更多精彩內容請鎖定 幽浮 Sport Show Rioreいただ